烤焦皮蛋豆腐 这个今天会稍微 可能有人会觉得说 好像比较麻烦 因为你没有这个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要拿这个呢 因为我去逛了那个 那个印尼或是越南超市 我看到这一个五百块钱 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到现在 大概只用过五六十 所以我想说我要拿来用来看 你如果没有 你家有调理器就用调理器就好了 不用那么麻烦 这个好看而已 对不对 但是就是感受一下 料理的氛围 这个有在卖 你会觉得说 你有这个我没有这个怎么弄 对没有错 我有这个你没有 你不能弄 但这个可以买 我没有卖哦 我不是制度哦 这个可以买 为什么 因为在家里面 你偶尔想吃烤 偶尔你想吃烤牛排 好比煎牛排嘛 对不对 但你想吃烤 这个就可以 所以我今天特地拿了一个 我用过的 我这边还有 我这边还有 但我没有拿来给大家看 因为我想让他看用旧的就好了 这个舍不得用 这个在日本的家庭里面很常会有 我没有卖哦 你不要说到底这边什么 我怎么没有看到下面联络的网址 我没有卖哦 如果你真的想买我想办法 但我没有卖 我真的没有卖 我都想办法是 我们谈谈看啊 因为这个我很爱用 尤其我待会操作 看到你就觉得说 哎呦 我没有用买个这个 好像说不过去 因为看起来 他就是帅 哦 这个我的经纪人看了一次之后 他马上就买了 网路上是买得到的啦 好 那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它要烤到有点焦焦的 哦 它的香气会很好 我很喜欢这个辣椒 我今天用糯米焦 我喜欢它烤得有点焦焦的 然后把它做成这样子 但是你说我没有这个 我也不想烤 可以 你可以不用烤 直接把它剁碎磨进去 它是一样的道理 煎的也可以啦 但煎的跟烤的 烤的还是香气比较柔软 而且你不觉得想说 你咱咱咱 分别就很好 这个以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 我就会常常有时候会 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 你看 很焦焦的这样 它的香气就很好 那尤其烤鱼啦 在家里面你说 我真的很想吃烤鱼 可是 你会说那我有烤箱可不可以 烤箱当然可以 现在整个就弥漫的一种 那个 焦烤的一种香气的味道 烹焦也不一样 但烹焦很类似 但因为这个烤的时候 烹焦它是很表面 你在烤的时候它不但表面 它还可以把里面的这个 糯米焦的肉也把它烤进去 所以它会带点软 很快 然后尤其是 比如说你要烤鱼 你说家里烤箱 烤箱跟它又不一样 这个有点像直火 预热是一个啦 但烤箱烤出来的效果 就是没有它好 把头去掉 你如果觉得 这个有一个 应该怎么讲 因为现在有点烫 你如果觉得像这个 太焦 你也可以用手 轻轻拨它就下来了 现在有点烫 像粮子一抓就下来了 你如果觉得你不喜欢这么焦 你现在用手这样 它就下来了 但我会喜欢这种 那你会说 烤箱烤箱烈 中烤呢 没有叫你每天吃啦 你如果说因为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 充斥很多 也是用烤的 也是有焦的部分啦 但你不要天天吃 它其实是还好啦 食物里面的这个 应该是说 吃到好吃的食物的喜悦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先把它放在这边好了 稍等 看起来 我们下一次 你们下一次 出门 煮 不 好 就可以粗細你自己決定 就有點難 不會啦 操作一次你就覺得很簡單 這個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慢慢把它弄得漂亮啊 什麼都可以 但這個是只是 每個人呈現的方式不同 好 來了 好 這邊要倒之前 這個是花椒油 放一點進來 你要放蒜也可以 你要放什麼都可以 我們先 可以用這樣 這是我在印尼學的 印尼加拉庫都有 而且他們還不是這個 他們只是一個 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 這個變得很小 他們就是平的這樣 然後每次要 就這樣 你可以放蔥 紅蔥頭 或是你自己想放的東西都可以 當然 你說我沒這個 沒關係你真的用調理器也可以 然後來一點鹽 然後來一點鹽 好香喔 在湖南有一道菜叫火椒皮蛋 它也是先把椒先烤 但它是羊角椒 它不是糯米椒 那因為我們用糯米椒 原因是什麼 它比較沒那麼辣 你要買的 記住喔 不要買上面有蓋子的那種 那是中藥在用的 有一個蓋子 那是中藥在用的 現在磨著磨著 它顏色也變淺了 它裡面的肉都磨出來了 接下來皮蛋進來 現在磨著磨著 它顏色也變淺了 它裡面的肉都磨出來了 接下來皮蛋進來 好 來一點醬油 來一點醬油膏 醬油膏比較甜啦 多一點甜味出來 一點點就好了 增加它的風味 然後來一點芝麻油 因為期待我放胡椒對不對 我不會放 糖跟鹽 補一點 因為我們要跟 豆腐做結合 可以 油膜辣子也可以 你要放辣椒也可以 好 放一點點水 因為它是醬汁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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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造景的方式 來一點芝麻油 就是香油 因為上面醬它會 一方面也是好看 有點像人家在點橄欖油的意思是一樣 然後因為顏色有點黑 來點辣油 香菜 好 這個你可以吃到什麼 可以吃到皮蛋的香味 你又可以吃到剛剛那個糯米椒烤過的味道 帶點微微的辣 吃起來是很舒服的 到時候用湯匙一挖就吃了 好 試試看 接下來吃的時候就一口 你也可以放在飯上面 如果喜歡吃辣 你就不要用糯米椒 你用青辣椒 會比較辣 糯米椒它只是多一個椒香味 對 那這樣子的皮蛋豆腐 賣相稍微不一樣 但是它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一個那個焦香味 所以很多人會吃說 你這個 皮蛋好好吃喔 你放了什麼東西 對 把這個拿給它看 我沒有賣這個 把這個拿給它看 我用這個烤 把這個 不用拿給它看 你有調理機就可以 總而言之 我想很多菜它是很經典的 所以它會一直留下來 那留下來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因為 大家都喜歡 但你稍微用一點巧適 做一些不同的變化 讓你做出來的菜 稍微跟人家不一樣 要把你的巧適放進去 喝樂不味 好 試試看 你會喜歡的 好 還滿好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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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